人穿雅韻之前怎么帮中华队集气呢 体育署选在9月9号国民运动日 要串联全国750名学生 用跳绳来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为了鼓励学生们多运动 必维护传统民俗体育 体育署将跳绳列为重要项目 选择在9月9号国民体育日当天 邀请来自全国750位学生 用跳绳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在9月9日9点9分9秒 那一个时刻 为我们好棒的学生们 在当天的那一个时刻 创造了跳绳创金氏纪录 因为人穿雅韻在即 就想挑战别具异议 希望一举地照金氏世界纪录的同时 也帮中华健而集气 力拼一举夺金为国争光 活动跟特别邀请雅典奥运金牌 陈世新勉励中华队 挑战期限跟自己挑战 那希望大家 希望他们这些建额跟选手们 能够在亚运的舞台 一样为自己缔造金氏世界纪录 前一项活动透过香肉绳担任跳 挑战世界纪录 下一个活动则是透过三人团体跳绳 同样也要缔造纪录 跳绳必须要鼓励你自己的勇气 去挑战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急速的找到新朋友 急速的让你身材变得更好 急速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欢愣的时候 就一起跳绳 迈入第三年的跑跳好心情活动 透过跳绳鼓励小朋友 借由跳绳拓展人际关系 几日起只要年满10岁 三人组队报名 就可以一起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鼓励全国民众一起运动 跳出好心情 有点TV感冒解过千奇 台北报道